嗨,大家好,我是Pakio,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就要拿出我的独门秘籍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用星座来塑造小说人物 星座嘛,大家都很懂 我也有一点小小的研究 猜星座基本是十拿九稳 好,废话不多说 先把你们的星座给我打在弹幕上 让我看一下今天要得罪最多的是哪个星座 首先呢,当你在做人物设定的时候呢 先戴上你的小眼镜 拿出你的人物设定 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审视一下你这个人物设定 看看你要做的这个人物 他到底是一个扁形角色 还是一个圆形角色 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 不可能只有正面跟反面 他必定是像一个这个球一样 可以拿出A面,B面,C面,D面 甚至无数面 你的角色也是这样 当你的角色设定呢 看来看去很扁 只有A面跟B面的时候 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人物非常单一 非常不立体 你要做的是把你的小说人物设定成 圆形人物 圆形人物 好了,骚 OK,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怎么才能把你的人物写得又圆又丰满 一点都不扁呢 有一个独门技巧 就是去网上下载一份仇职档案 从你的姓名、年龄、学校、感情、冬租、家庭状况、婚姻状况、学历等等等等 就能给我填满它 很多你都没有为这个角色想过的点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全都去想一遍 这里的每一栏都非常有讲头 但我们今天呢 主要就是讲星座 具体方法 No.1 第一条呢 首先设定角色的基本概念框架 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对你写的这个角色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好比说你到底想要的是一个像金针针啊温柔可人的少年呢 还是你想要一个像我这样一柔可人的小姐姐 全世界这么多人 你总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吧 是不是 不然这个框架是太大了 通过这个框架之后 我再简单举几个女生的例子 那好比说你现在要做一个女性角色 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就是那种 那种柔柔弱弱 在朋友面前动不动就哭鼻子 但是被朋友呢 搞不好在那边讲坏话 表里表气的星座 谁 双鱼 来看个铃箱 再来你要一个八面玲珑 银牙俐齿 明明就是在撩南中 但是呢一切写着坦然自若不作作 哪个星座 双子座 来看看铃箱 吃你冰淇淋 我只尝尝味道而已 我没有在聊你哦 方法No.2 根据你人物的基本框架 来寻找相似的星座 这个意思呢 就是你刚才不是已经基本对你这个人物有个大概的感觉了吗 这个时候你就来找跟他相似的星座是哪一个 那么说的霸道你想到哪个星座呢 白羊 天蝎 就是那种你一想到就觉得很酷耶 很了不起耶 拽不死的那种 的星座 方法No.3 利用你的星座来细化你的人物设定 你刚才不是已经确定了你一个大干星座是谁吗 这个时候每个星座都会有呼啦啦很多的星座 很多的星座喜好 正面反面 A面 B面 C面 D面 EF 直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充分去参考这些素材来细化你的人物设定啦 好比说我们要霸道同才 霸道也分很多种吧 狮子座的霸道跟摩羯的霸道跟天蝎的霸道 肯定每个星座霸道的不一样是不是 好比第一种狮子座的霸道 那狮子座的霸道 它就是暴走又爱面子 那个这个时候你想到谁呢 来听听听 一定就是霸道总裁专业户 黄晓明老师 黄晓明老师虽然是天蝎座的 但是他又有狮子座的霸道 超要面子 那是经典名言是什么 说来听一听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第二种天蝎座的霸道呢 天蝎虽然也霸道 但是他的霸道隐藏性格就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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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机 精明加上复仇的意味 不要抖着天蝎座 不然是被活埋子不知道 那第三种 摩羯座或者金牛座的霸道呢 不仅霸道 还闷骚 还透入一股金钱的意味 因为土象星座都很爱财嘛 典范就是小时代中的公民先生 从头到尾就是什么 LV Prada Gucci之类 从头到尾就是名牌 人多的时候 他就是闷骚 冷漠 看上去就是很酷 没有表情 OK啊 但是内心烛火在燃烧 你喜欢死你 但是我就不告诉 为什么喜欢你 哪个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就是 霸道总裁上升 把你摁在墙上 必动 然后做 OK 以上呢就是 如何利用星座的素材 来细化你的人物设定 你要看你的角色 适合哪个 然后把它潜进去 帮助你 启发你更多的灵感 你也想说 你就是上帝 要以上帝的角度 来全面的损失这个人物 而必须要强调的是 星座呢 它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点 他还有很多血型啊 家庭背景啊 成长经历啊 等等等等 他应该是个非常非常多面的人形的 立体的人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 如何采用星座 来帮大家塑造人物设定的 比较tips分享啦 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一键三连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跟转发 希望大家可以get到 今天的课程的内容 class over 学会了没有? 没有学会的话 再来一遍吧 ××uge型